中秋節是韓國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但今年中秋季組可能要比去年多花一些錢了 根據南韓物價協會的調查結果顯示 四人家庭今年的祭祀費用 在傳統市場最少要花超過28萬韓元 約6700元台幣 大型超市需要40萬韓元以上 約9600台幣 這是因為水果和蔬菜類價格 比去年中秋節上漲了近9.1% 南韓政府為了解釋民眾負擔 計劃將忘記商品供應 增加到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 並加大折扣支援 中務部署인農林축산식품부는 우선 배추와 사과 등 대표적인 추석 성수품 14가지 품목을 平時供給量的1.6倍 수준인 15만3천톤을 공급하겠다고 밝혔습니다 또 전통市場과 대형마트 등 1만2천 곳에서는 농축산물 할인 지원 사업도 추진할 방침입니다 接近中秋節 南韓氣候不再延熱多雨 預估中秋忘記商品的供需 也將穩定下來 蘋果和梨等人氣水果禮品出貨量 將在中秋節前集中供應 所有室內60個傳統市場 同步舉行最多7折優惠活動 추석을 앞두고 식품 외식업체 에서 가격 인상이 이어져 먹거리 물가 부담이 확대될 거란 우려가 나왔습니다 不只是水果蔬菜漲價 南韓食品大廠 包括布達翁和CJD智堂 也宣布在中秋節前 上調產品價格 其他像是肯德基等素食業 和星巴克部分飲料價格也上涨了 就在一片掌聲之中 卻有餅乾零食業者 逆勢推出打折促销活動 其中部分廠商去年就曾經 跟隨政府呼籲降價 下調產品價格 秉安業者表示 为了减轻消費者負擔 共同参与稳定物價 渴望带动其他食品业者 향이 요즘 외식화기가 부담스러울 만큼 물가가 많이 올라습니다 이런 고물가 시대 속에서 저렴한 먹거리 로 가성비를 따지는 소비자들이 눈에 띄게 늘었는데요 來到首爾这間大型超市熟食区 预先做好的炸機 吸引许多消費者 這一盒炸機 賣6480韓元 折合約155台幣 比連鎖炸機品牌 一份豆折超過2萬韓元的炸機 便宜太多了 超市炸機上市以来 销售和去年同比增加了約70% 另一家超市也正推出 百元排幣左右的熟食產品 寿司 義大利麵等料理均一架 减少容量 降低價格 让外食族轻松购入 高物價让民眾减少外出用餐 连锁超市用低價熟食策略 抓住消費者的心 TVBS新聞 綜合報導